普通一隻小狗 過月要花費在牠身上的話 大約要花費多少錢 我想連美容等那些 一千元以下左右 給我想像什麼 那些是幼血 七歲以下的小狗 花費不多 是七歲以後的花費就會多 牠是叫牠擔入老年期 你要給很多保健品 或者老狗用的東西 或者吃的東西 或者做的東西 是多一點 所以牠的費用是會花費貴一點 那些狗狗吃得差不多 狗糧有些叫無公物狗糧 有些是有公物的狗糧 就要看狗是適宜吃哪一隻 而牠每天吃多少錢 通常一隻大狗一天 我想牠差不多要吃五六十元 一天的飯錢 還有一些保健品 小食 有些狗是要吃很貴的天然糧 牠們才可以適應到牠的皮膚 或者牠的身體 養狗的身手 怎樣可以養好一隻狗呢 狗是要在乎你怎樣去教牠 你不要24小時抱著狗 或者經常去摸牠 我覺得是一個壞習慣 不應該 要等你適當的時候 叫牠過來 或者怎樣教牠 怎樣去廁所獎禮 這些是最重要的 24小時抱著牠也沒有用 牠只會有一種叫焦慮 當你不抱牠就會焦慮 不斷周圍吠 或者不斷震 我有個同事養了一隻狗 也是種壞了 小的時候 狗會回到牠的房間 跟牠一起睡 初初的時候 就找個籃 放牠在籃上 就趁著籃進去牠的房間 之後狗會慢慢長大 長大之後 狗進去房間睡覺 每次牠都不自己走 就是要等主人 拿個籃 然後牠就跳進籃 趁牠進去 因為有公主病 很難再糾正 除非要很狠心 你不走 我關門 你不要進來 再教牠 後期牠就請了一個寵物訓練師 培訓牠 因為牠有兩隻 那隻 開始打架 那些行為比較差 像人一樣 你又不可以太保護牠 要給適當的安全感給牠 亦都要訓練牠 這個都是一個長遠 長遠的東西 很麻煩的狗 走過來 我的狗 有些狗是不讓人做美容的 你一瞎牠 牠應該是撲出來爭 這些就是從小到打架 你們做美容師 有些風險 有風險 有一個新的客戶過 我們都會問清楚 牠的狗的狀況 要注意什麼 還有很多時候 來美容的都是嬰兒狗多 因為你未打齊針 我們不會跟牠做美容 因為很容易感染病 其實現在很多狗都打了風狗針 香港亦都沒有案例出現過有風狗症 如果主人肯告訴我 牠的狗是咬人的 我們當然會做好防護自己的措施 有些主人不會說的 有些主人不會說 就是因為牠們去了很多間寵物店 被人彈牠去做 所以牠來到第二間就不說了 牠怕別人又不跟牠做 就長期找不到寵物店 幫牠做美容 所以其實一件事 狗咬人不要緊 但是一定要說 或者行為不好的都要說 做美容的 第一 有一個自己的保護意識 又不會弄傷狗 在安全的情形之下 跟狗咬人的美容是最好的 洗狗那麼久有沒有試過被狗咬人的 試過被狗咬人的 我女兒也試過 直接要去捏針 都是叫做高危險的工作 那次就是因為主人不說 我們也不知道 小事的就自己消毒一下 查一下 消炎膏 重要的就是要去捏針 所以買保險是最好的一件事 是啊 我們工作J2 弄傷了 扭傷了 我們都是靠保險去CAM